那咱们今天讲上一段 你小人物出发点 然后啊又涉及大人物 手可通天的人物 非常真实也非常 有意思 杜成你看啊 在这个广州啊深圳的上海 玩着一圈回到了北京 说杜成啊 身边的兄弟有都是 咱们不说他二代的朋友啊 就说下面的兄弟 什么家代呀什么远南呢徐老五啊 什么金利老黑呀野利豪啊 啊等等 但咱们很长时间没说北京的社会 说北京的社会呀 可以这么说啊 有这一个小子我跟你说 我一说你就知道他是谁 说这小子 那时候能有个三十两当四 这咋找个小知 而且这小子伸手挺好 打仗挺猛 说谁呀 正是崩台区的大哥崔志广 这一天崔志广也不干啥啊 很长时间没找肚神了 崔志广啊 这也有一帮兄弟 在这个地下的肚厂办公室 里面有个办公室套件 崔志广打房间 跟几个社会上的朋友 那你看 崔志广有两个大地 一个是这个谁呢 副委 副委呀 是偏向于文 做买卖啥的经营啥的还行 但他手下有个大地 打仗比较勇猛 说这刘大刚啊 一米八五的身材 长得很他们彪悍 但是长得不帅 胡了八几的 那老铁 这一天呢 故事来了 说大刚子 跟这个副委呀 没啥事 因为崔志广都跟大哥级的打麻将 也不能跟兄弟打 输赢不好 正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打麻将 晚上几点钟 九点钟 大刚子跟副委 副委长得也挺精神啊 副委有点知名度 大刚子没有太大 打仗嘛 胡了八几的 就像那个老黑一似的 体格也行 看草包肚螺旋腿 大个人别看一米八五 咱俩出去玩会儿呀 喝点酒吃了 你跟他以啥的 上潮桌缝味啥的 说你妈的 改家玩呗 你基本也没钱 这批没钱啊 说你一边出去就我得请 完了再领几个小兄弟 你说出去一次 KTV唱歌 喝点酒都得这么几千 你说他妈 你也不请客 赶紧玩呗 这不花钱 咱家小女儿随便玩 咱家小女儿 那裤衩几个折 我都知道 没意思 不刺激 那肩骨面 他都敢扣 没意思 确实啊 开饭店的 很少在自己家饭店请吃饭 都是上外面尝的 为啥自己家东吃够的 他家的服务员随便玩 他不玩 说咱出气溜溜 自己家没意思 美哥 那花多钱 就结果带两三个兄弟 咱俩五个人 是不是 吃点饭唱会儿歌 看会儿节目也行 那走吧 他他妈跟你去 富伟啊 就领着当时谁呢 领着这个大杠子 还有几个兄弟 我也是 说那个家里面 那个大哥 那个崔子广 广哥打麻将 你们照点啊 然后还有几个朋友 那人家 我俩出去溜溜 领三个兄弟走了 那家里面 放心吧 哎 因为富伟就算二号人物了 崔子广集团 他就来到麦斯酒吧 啊 这个麦斯酒吧 是个什么酒吧 是一个 鼎声还不是说 嘎嘎一顿蹦迪那种 就有点歌手 民谣啊 然后唱歌 嗨一点啊 大哥大赏啊 就就那种酒吧 来了往屋 这么一气 也就欢迎光临先生 哎 就往里面走了啊 都散台 有的是空座 也找了个座嘛 其实他是五个人 挺好了啊 但咱们说 那三个兄弟 就当配色的 不表啊 说这哥俩嘛 那一坐 抽到这抽到那 说呀 挣点明天鱼 挣点那个 别召唤那个 富伟伟哥呀 富伟请客啊 没花啥钱啊 就是简单的 可能估计五七八百的啊 哎 就整成了 大伙给那个阿子喝扎皮 也没喝别的 喝扎皮 扎皮喝了能有两杯 有人说 说那不是 找小女的 富伟说了 你妈咪 你们拿钱呢 我安排一个女的 一人五百的话 那五个人就两千五 富伟也挺扣啊 也没去不找交女 咱就喝点酒 看看女的节目 不挺好的吗 又没找女 大刚 胡了八几的 大刚也扫过 他也是男的 啊 这大刚 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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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啊 哎 旁边有一座 跟他距离啊 十米八米啊 有这么一座 客人啊 也是无意中他听着一笑 人家里面噪音并不大 哎呀 是吗 啊 果哥 太有意思了 你说真的假的 真的 我跟你说实话 都真的 一马那小女儿 我也知道 旁边几个女的同时笑啊 他瞅了一眼 啊 包括富伟 眼神也飘过去了 为啥 里面灯光不是特别亮啊 就是那种半暗不暗的 一看那边坐着一桌女的 我擦擦奶奶的啊 这一桌女的旁边啊 只有两个男的 有他们七个女的 七个女的 两个男的 数字非常准确啊 咱说的 说一瞅 哎呦 这七个女的各顶各就像那七千女 啊 别说七千女 七千女挺轻松的 他们一瞅就是谁嫂啊 长得也好 身材也好 反正一瞅就九八女 你说能够几个好比碗 就这两个人 这哥几个 这五个人 全抬抬头丑都严着丑直来 哎呦 我擦个点个都好啊 这时候啊 大刚就说的 北哥 哎 那几个女的真好啊 他他妈的啊 那女的好咋的 你那他妈带男的来的 你别瞎急吧 啊 不是 带男的来的 那么俩男的吗 那么七个女的吗 啊 七个女的咋的 七加二乘 七加二得五啊 咱那边一共五个 附委讲话 咋的你要干啥呀 啊 别急不瞎惹事啊 啊 旁边兄弟 是是是 那个刚哥 这别瞎惹事 咱走的时候 这个眼睛 我跟广哥说 广哥还说呢 说别瞎惹事 咱出来玩啥的啊 广哥知道咱们出来了 因为崔直广啊 兄弟告诉他 说跟那个刚哥 跟那个附委啊 每个俩带我几个 出去吃饭 就这么的 撒了个谎 没说上外面玩 崔直广还告诉你 说别急不惹事啊 崔直广知道 自己的兄弟 糊了钢机的 就杠他们 结果老体啊 这个大钢子不糊嘛 连崔直广都敢 他们大脑派 他大哥他敢 给两万块钱 这糊鼻一瞅 哎呀 你这就不用管了 那个 我给整了就完了 复伟一瞅 说你别急不糊了 你要他妈 真能给整的啊 也要乐意行 不乐意 操你们不找干账呢 哎呀 我管那一事 喝点酒 你待会我过去 你看我的吧 整个五个 咱一人一个啊 这比玩意不稀 啊随便逮嘛 再是我找的 玉树林峰啊 就非常帅气 这帮修那讲话 都开玩笑 都要多有这种吐的 大钢子过去 往那一站吧 他不会说啥 赶那家站半天 傻喝秀 干啥呀 有个女的就说 果哥 你看你看 这人是不是傻子 说是不是傻子 果哥 这人啊 姓陈 叫陈小果 啊 然后陈小果果哥啊 抬头瞅瞅 哎 不是 你干嘛呀 啊 陈小果旁边啊 有个人姓谭 叫谭义 谭义 也回头瞅一下 哎 不是 哥们 你干嘛呀 你啊 那个 没事 哥们 跟你们商量点事 啊 借点东西 估计啊 哎 给酒吧 外面经常有人 抽烟没火 说接着火 啥的 是不是 很正常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个 大哥 那个 问一下 哥们 这个 你们带来的 人啊 啊 谁叫果都蒙了 说啊 怎么呢 你认识啊 这几个女的 瞅瞅 摇的脑袋 不认识 谁不认识 咋的呢 那啥大哥 你们这俩人 带七个牛啊 这谭义 就感觉 这比有点不正常 啊 他一抬头瞅瞅 说你他妈有病啊 咋的了 不是 没啥事 大哥 你这俩人 带七个也玩不过来 这不闲着五个呢 嘛 你俩人一个 还牵五个 我们那次 五个人 正好没带牛 你那个 记我们稀哈一会 呗 就稀了醒啊 我们热乎热乎 啊哥们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那啥 你这时候 大人都算了 那行不行啊 陈小果 讲话是滚毒的 啊 滚 你看刚才 笑喝的这个 谁大纲的一丑 你妈谁呢 啊 给你俩啦 我接个牛 咋的 那逼玩 活着不叫人 死了 烂腾名 那逼玩 也没摸损 你玩也是玩我 玩也是玩 啊 不投机吧 老头 你 你跟谁俩 哎 上你们 直接 沉小果 起身 就抓他来了 但是一抓 他没抓 动 看他是一个人 吧 这时候 傅伟 跟他兄弟啊 啊 抬头一看 就不对了 啊 要打仗 但是还没有 反应过来 那这批大纲 打仗 一个都打五六个的主 二百来斤 一米八大个 这俩人可不是社会 我可以提前告诉你 他俩是二代 啊 宋吉卡拉的二十来 是小孩 你让他抓着 我去你 砰 就一电炮 那小刚起来 那个弹役 他哪里 啪就一九瓶子 这两下子 就把这俩下子 给闷倒了 就一电炮 KO一个 一个九瓶 KO 啊 还照地上 唱 给我 撞笔啊 把什么 接个妞 咋的 接个妞 一个人拧齐着你 超好 你俩人 哎 这给我提 在这时候 啊 我跟你说 这种经历 我也碰见过 我曾经一日零 俩女 上不停 啊 那就跟您干张 就就那哈 就你就保护不了 因为多一个牛 别的男的 没牛 他就垫着 你的牛 懂不 你说这个是对象 那那个呢 啊 这哗哗 一干 这旁边该说不说 您这几个女的 挺猛的 你瞅 哎呀 你怎么打人呢 哎 几个女的 拿着 好几个酒瓶子 就上了叫磕他 对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啊 副委一看 这不惹事呢 啊 副委知道找个事 你什么借 借火机 借啥都行 你不能借牛 副委 那几个兄弟 也赶紧过去了 拉着这个大岗 说大岗 你干几个啥呀 你这啊 你这再一桌 玩就玩 不玩 拉基本打人干啥 保安也过来 啊 包括这个 麦斯的经理 也过来 啊 就小经理 大庭 哎 不是先生 别打 拉开 拉开 这咋回事啊 先生啊 咋回事啊 问题谁先揍谁的 他去借一牛 他还先动一手 听明白吗 人家只是骂了他一句 那你领媳妇上酒吧 我说 还有小姨子 我说我借两个牛肉玩 啊 借一个 你看看 那你是不是也得骂我呀 很正常 他是一点没理 崔志广的兄弟找事 大岗有点吵 跟谁俩呢 别打 别打 哎 这俩小子啊 就是谈一跟 跟那个陈小果 起来一无脑 挖了谈一脑 挂干口 啊 陈小果也是 挨了两面炮 就提了鸡脚啊 但打过架 哎 不抗揍 哎 我 你们还 你这么打人 你们 你们 哎 这是 这个酒吧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经理就说了 说怎么回事 先生啊 怎么回事 说他呢 我们他妈带着女的 他要老走 我们自己带着人 不是你家服务员 啊 知道不 啊 还打我们 我们 经理抬头一瞅 经理一眼就认出了富伟了 他不认识陈大刚啊 刘大刚 但他认识富伟啊 因为都在丰台区 他这是丰台区的酒吧 丰台区一把大哥 摧之广的 该北京是非常有力度 而且在丰台区崛起的 富伟经常出来 富伟上他家 可能这一片啊 就都没玩过 赶紧走 他都认识 社会大哥也 社会也是经理 哎呀 这这这这这不伟哥吗 啊 这不富伟伟哥吗 广哥的兄弟 富伟一瞅 啊 认识我呀 啊 认识认识啊 觉得觉得大哥 这大哥 广哥挺好 挺好呢 没啥事啊 我兄弟喝多了 不愿意 垃圾不倒得了 啊 富伟还挺讲理 啊 三观还算挺正 那个 他那都是单 我给买了 不行 富伟啊 主动就说给买单 啊 你的经理瞅瞅 啊 说没事没事没事 肥哥 这经理知道啊 说这帮什么人 你惹不起啊 这社会人啊 这丰台区敢做买卖 你得的 随着广大兄弟 你不飞了吗 没事没事 啊 维哥啊 这这这位 啊 叫杠哥 杠哥 哎 哎 你们你们去玩 这这这这 这就是我买 我面单 啊 也没看没消费 啥呢 比玩消费不贵 就赶这屋里三千两千的够了 你花一万块钱都大扯 但你看这边 年年就就不干了 这几个女的王姐福 说平常大人呢 干啥呀 他们少流氓 黑社会呀 哎 站起来 陈小路我一吵 不是 不你 你是经理啊 啊 你妈那给你家酒吧挨揍 你管不管 不是大哥 我管不管 我跟你说 你最好啊 也别找麻烦 咋的 我告诉你啊 那边这帮小 都是黑社会 我就这么跟你说 我们丰台去 一把大哥的兄弟 啊 你要是惹他们 我一看你也不沾社会 你要惹他们 我跟你说 你是遭罪 你赶紧走 信我话赶紧走吧 啊 别惹麻烦 这几个女孩 一听到黑社会 这个词 就害怕了啊 说那咱走吧 走吧 别别别再打咱们 扎咱们啥的 有刀啊 而这些女的也是 哥那走了 哥那一个 哎 他们就打车都走 哎 等他们走后啊 老铁 你看 这小子上了自己的一辆 哎 奔驰新款车 他俩坐车呢 8888888 打电话 就把他电话拨出去了 有时候副委呢 副委跟这个 就这个大纲的 他们根本就没走 因为在崔直广的境内 崔直广是一把大纲 副委呢 那就可以这么说 就算丰台区的二把了吧 其实他不是还有二把大哥啊 但就算暂时说 他也是二线大哥了吧 非常牛 就没怕这事啊 就像咱们打了一个小鼻仔子啊 也不是社会 他能咋的 就没打了 所以说这边啊 他不知道 他他是 陈小谷啊 他爸 我就说一遍 他爸叫荣生 那他姓陈 你们自己分析啊 他是一个三代啊 他不是二代 他是三代的 因为他爸也在 他爷爷啊 这时候我告诉你 已经没了 如果他爷爷活着的话 那是非常牛逼的 可以跟老红家媲美的人 啊 甚至比老红家还练 老陈家 就不给当时北京保部一个大院 大院里 这个大院啊 挺大的级别 最起码小时事以上啊 但是不是说一把手啊 一个独立的这个楼里面 我跟你说 我那顶上写什么啊 什么哎 什么二零六八 哎 就是有个编制 接电话 北京保部炮团吧 喂 啊 后面作战什么地图啊 指挥棒啊 沙丘什么地团 这啥都有 你好啊 哪位啊 说那个 秦哥呀 秦哥 啊 我是那谁 啊 我小果 小果 怎么的了 我们出来玩了 啊 在酒吧唱歌 我怎么领七个女的 这这这这出来玩 有个傻逼来 建议住 建议住的 你说我喜欢让他玩吗 啊 哥 这事 那我不干 那个 他一就给他骂了 给我们打了 哥 你过来吧 脑瓜都大放炮了 啥 骂了巴了 等着 我现在过去 看哪个酒吧 说丰台区 有个什么麦斯酒吧 你就来吧 哥 我有门口呢 几年请客 几年那个值班 说领导 说那个刚七年值班 那个叫两个牌 啊 上去留战备 半个小时以后出发 五分钟以后出发 不大一会儿院里面 啼啦巴拉 啼啦啼啦 就出来能有四十来人 两个牌的兵力 穿着小五个的衣服 而且这回他们可不一样 老体啊 是全 全武装系统的 就是全副武装 能明白不 紧急计合 催得是上 完了 一排二排 跟我走 就上车 小盔杀都戴着啊 都不是戴的帽 当时做了是几个 两个141吧 前面一个吉普的 他就开路了 这也就是能有二十多分钟 因为他是市区的一个守备 很快就到 离这丰台区也不远 到了往那车一停 啪啪 从大车 把那一打 把他叫小五个 啪啪就跳 来整队 相信 相信他 声音不大 因为晚上怕扰民 小心 带命 叔叔 那个 怎么 怎么行动啊 原来带命 是 原来带命 小鬼啊 我到了 你这个 这人姓秦 叫秦林 咱们就管他秦团吧 我秦团 你到了 我看下来 我出去 这俩哥们啊 怕爱揍 也怕他妈一黑着 会在揍他 他人们都要胆啊 这不就出来了吗 从胡同里面出来了 秦哥 你可来了 你妈的那酒吧 那里面呢 打我们的人 应该没走 那我们盯着 这时候门口保安都愣了 说来这么多 小五个干什么呢 而且啊 有的背着水壶啥的 因为紧紧合吗 全副武装 就差被被子了 啊 这干啥呢 大半夜的 这怎么回事 还没等报告呢 你看啊 走 进去 他是穿着做驯服 就进入 八八一进入 这个屋里面 人瞬间就冷了 那酒吧 他不是那种 蹦迪的啊 酒吧 声不大 前面有个民谣歌手 女的唱歌的 这姑娘声不大啊 别切切碎 都能听着 来把灯都打开 你约关了 这当时 啪啪啪 眼睛有关部门 这这这那 就法令讲话 这是哪个 查查 不对呀 这六三文查查 这这小队队查 反正啪啪啪 灯都亮了 这时候 副委跟他们 陈大 刘大刚才反过劲 说不对劲 咋个事 他们五个人 五个男的一起来的 一抬头 来小五哥 这干啥呀 这玩意 也没废话 说灯一亮一瞅 就是陈小五 我跟他一讲了 就他嘛 打的我嘛 扒一指 呼啦一下 小五哥都不废话 眼睛这个 情团讲话 拿下 过下去 你们干啥 直接小军 小军扣啊 他那是靠 小军扣 小军扣 手腕子 扒扒 把这扣扣 咔咔咔咧 脑瓜子 个脚丫子 大头鞋就踩上了 我跟你说 白掌 别动 家是顶脑子 我跟你说 这一刻 都懵逼了 我跟你说 都懵逼了 当时的屋里人 都懵逼了 说咋的 这是干啥呀 当时经理懵了 说你们干啥呀 给他们 附委跟刘大刚 吓懵了 都吓懵了 咋的 去你妈 光光 脸儿枪棒子 耗高 直接就耗他们 就走 五个人全给 摁地上 就像台死忠实 啪啪 扔车上 直接车就开走了 酒吧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打我们手掌儿子 跟你们没关系 走 这么就领着就走 咱不废话 酒吧也是吓一跳 继续营业 咱那边不说 咱单表 副委跟刘刚 陈大刚 还有这个 这三个兄弟 几个人 之间拉回 当时北京 一个特殊的院里面 那院里面 巴巴 像就不能撕狗 之间 他们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 但是他那里 有紧闭室 就是 就是那个 小队队犯错误了 那种紧闭室 知道吧 那种屋子啊 你看给他挖屋里 首先啊 丁刚一顿斗 他妈打 巴巴的 就不废话 三下五出二 就给一顿爆壳 那你算 十多 二三十个人 要壳他们五个 那还 那不就像玩似的吗 说 怎么敢打我们 领导的海 啊 妈的 秦林上去 啪啪 大嘴巴就闪 这时候 副委已经被打懵逼了 我可以告诉你啊 简单的说 这刘刚被打啥样 这刘大刚 陈大刚 腿打蛇了 胳膊都打背背了 啊 都掰像烧鸡似的 而且这笔鼻子都打他了 打老惨 副委还强点 副委呀 就不降了 你说吧 那刚那不虎吗 虎逼吗 那不打他打谁呀 他见牛 能不打他狠吧 这时候啊 眼睛把他啪 几盆凉水破开了 妈了 把都给他绑上 割背包生绑上了 啊 这副委一手 哎呀 大哥 你可别打了 你 哎呀 我就这点事 因为抛个牛的钱 大哥 我 我问你 你们是哪个对对的啊 柳刚讲话 哪个对的 请您讲话 哪个对的 哪个对的 怎么在 哪个对的啊 你他们哪个对的 也不行啊 啊 你 我认识你们 对对的大首长 啊 包括首长 儿子 我全认识 跟我老好了 都 哎呦 我咋 你打出事了 你再打我 这他一听 是他以为 我们他们大领导 他们一二八手 他们都是咱家 你说吧 啊 你认识 我一讲话呢 我就不跟你说别的 我们大哥吧 啊 那跟这帮人都认识 因为傅伟 没有他们变化 傅伟能认识杜成吗 啊 他知道丁军委是贼吗 他是认识贼呀 他是他妈的 哎 崔子广 因为崔子广 广哥跟杜成好 懂吗 他也没那帮大哥号 说我大哥 我老大吧 啊 我老大 那个 我老大认识 哎呦 我咋 你老大 砰又一电炮 害他没有老大 啊 黑社会啊 有老大 啊 说老大谁 妈的 今天不说你老大是谁 哪能给你踩踩踩碎 不是 我老大 我老大叫 叫崔子广 崔子广 你认识吗 你认识吗 这屋里哪有一个社会人啊 如果有一个社会人 但凡改这个 这个风台区域 没有不认识崔子广 最起码听过 但是恰恰小对对的人 是不认识的 他们也不接触社会 这两个三代 就是 纯纯三代了 那属于 啊 那贼也没听过呀 说崔子广 不是 他老大肯定是这部社会 也是黑社会老大 说你妈的 崔子广在哪 啊 崔子广在哪 啊 你不说 我大哥在 在百度金尊打麻将的 我大哥 啊 妈的 给他宰了 把大哥也抓过来 什么啊 不是 跟我老大没拐 很快就给他解下来了 老体啊 那你看 傅伟 不急不去 也不行 揍他呀 崔子广不知道 崔子广 改那个百度金尊 打麻将的 跟几个朋友 八八二 二条 啊 三万 正渴呢 你看渴着渴着啊 门口就来了一辆 基本啊 两辆大钥匙 前面有两个大吉普的 啪啪一下 是不在这百度金尊 瞎着傅伟来的 老铁那边啊 我跟你说 傅伟就算捡便宜 那边这个刘大钢啊 还记得爱渴呢 也应大伙揍他 这个时候 百度金尊 那么傅伟 被瞎着过来了 一帮小五个 全武装 傅伍武装 这工人来到 百度金尊 就几个三成 不是人的 谁是广的 你们干什么 傅伟员 我们在屋里打麻将楼上 楼下 往楼下来的时候 崔子广 因为他们小队队 超之八伙的 崔子广打麻将 他们这家朋友就听听了 说广哥咋的 崔子广 叼眼仰望 说谁到的 妈 门口 超之八伙的 去啊 小五上门口 告诉我一声 小大闭声 妈的 谁输鸡眼了 因为他门外是个赌场 说鸡眼了 出来麻麻烦滋滋的 是岔的 妈的 点太背了 天天数 就这种情况 明白没 哎 进入小二声 啊 告诉我 这小五个啊 这个就他手下 叫小五的 一推门 一开门 听你们 告诉小二声 广哥 好像我说话 他不一定能好使啊 咋的呢 我擦你了 一回头 小五个啪啪啪 全进来的 啊 来到崔子广 跟你讲 崔子广一走 不是 不是 你们 你们 这麻将屋里面 有基本五六个人 打麻将卖单 那啥的 还有呢 他朋友啊 做买卖的时候 也是啥的 不是 咋的 咋的 谁叫崔子广啊 啊 谁叫崔子广 老秦姐妹 谁叫崔子广 崔子广 一看 后面压上了当时啊 不是别人 压上了当时 这个啊 他的兄弟 傅伟掐破了 都被打半死了啊 哎呦 他那哑 他那 傅伟 不咋的 你们是哪对的 哎 你们干什么呢 我是崔子广啊 你是崔子广啊 啊 就你是崔子广啊 对呀 哥们 那啥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啊 咱们那个 别动手 我去 上去光光 两电炮 你们带走 把他们都带走 把崔子广 和崔子广 那朋友 打麻将的人啊 老铁 全带走 当天晚上去的人都挺倒霉 这边 他妈倒霉 打麻将 躺着动枪 这时候 吼崔子广 直接拉车上去了 挺扛的 咱这不废话 很快给崔子广 就拉到北京 某部 一个大院里 把崔子广 压的进屋啊 小胳膊一背 也扣上了啊 一进屋 军靠 扣上了 一进屋 崔子广也懵了 啊 这一进屋 老铁啊 他的兄弟 大缸子被打的 就已经胳膊都背了 没告诉你们 我腿也基本蛇了 呦的呢 那打扮死 就差一口气呢 知道不 全血 副尾还轻点 为啥 因为副尾啊 该说不说啊 因为副尾咋的 副尾刚才半道 被他压出去 所以说副尾啊 没被干得太严重 啊 但那比副尾 胳膊腿没蛇呀 啊 副尾讲话了 啊 哥 崔子广讲话 不是你们干啥呀 你们啊 有什么事你们说事 你帮我打开啊 知道我谁不 去你嘛 人这个姓秦琳秦琳的 拿这个 这个 人他配的这个级别是这个 凹 啪啪的 照这个谁呀 崔子广的脑袋就砸下来 啪啪两下 崔子广脑袋也砸迷糊了啊 直接扣上了 卡卡挂墙了 啊 你他娘娘啊 你他妈的 有他们啊 打你们的有他们 是他们老大 因为他们被打完之后找个人带回去抓自己 打仗的时候 他不知道对面多少人能听懂不 所以说说他们老大给他老大抓了 并不是说崔子广倒霉 说说说你俩看看啊 这俩逼过来瞅瞅崔子广 在酒吧那时候啊 打仗的时候还是面 因为不拉开 保安拉开说一戏手 说也记不住几个人 咱们只都是五个啊 打仗的一乱啊 说 说也 记不清 好像没有他 还好像面花呢 我操他奶奶 好像面花呢 这一个事 人家啊 就是玩一手 什么玩呢 什么面花呢 咋的了 我他妈咋的了 啊 那谁啊 咋的了 他也不知道副委员什么事 副委员说广哥呀 别提了 我们惹事了啊 打我 找你 我也没招 广哥 说你妈的咋个事啊 砰砰 又一顿揍 打打 有没有他就 你那个姓秦的讲话 是有没有你算倒霉 你不是他们老大吗 啊 老大 你这黑色味就揍你 打 几个小妈打枪出来 啪啪啪 一顿打的 崔子光打门 崔子光讲话 你妈咪能不能不打我 大哥我服了 大哥 你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 大哥我服了 你们领导我都认识 你们大首长的孩子 我都认识 哎 说你 哎 等会儿等会儿 住手住手 因为对对的人嘛 最怕认识大首长 啊 八一 八一百首 说说说说你认识什么 认识我们大首长 我说他还以为他的系统里呢 他这太小的系统 我认识啊 我跟你说啊 丁军伟啊 那我伟哥啊 还有那个 那个伟涛啊 伟立军的儿子伟涛啊 还有杜诚 我都认识啊 那是不是你们领导的孩子 那前两个 说丁军伟啊 我跟你跟你说 这么说丁军伟他爸 那你们都知道是谁 因为除了皇上 就是他爸了 但是 丁军伟并不出名 你信不信 在这系统里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丁军伟是谁 但是他不跟那圈子里面玩 他都没有洪小师出名 但是恰恰 一说到伟涛 杜成也没有名 该说不说 他一听伟涛 伟涛是伟立军这儿子 那么伟涛他爸 也非常出名 伟立军干啥的 钻干大老虎的 他一听到伟涛 伟涛他爸太大了 那整个这系统里面 他爸就好使啊 丁军伟他爸也有权 那伟涛他爸也有权 你查他们这个大哥的 谈恶腐败 等等 你认识伟涛 我咋不认识呢 我伟涛伟哥 跟我杜成成哥 得好 那是我大哥的哥哥 那丁军伟跟杜成是干啥的 这个他们姓秦的 他不认识丁军伟 也不认识杜成 说 你这么点 哥们 我绝对没打包子 我给大家人也跑不了 你让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我打个电话 我保证跑不了 我打个电话 要是假的 你打打拉裤头的我都行 然后那个 我要是不认识 你们打死我都行 这时候姓秦这小就感觉不对 姓秦 仇守这个 仇守那个 这大小一听伟涛 他们家里面都是上一代 像朗代 都是这个小最对的啊 所以说这个系统里面 他们太知道了 伟涛他爸非常出名 这几个一瞅 也知道好像要有事啊 然后这个姓秦的讲话呢 说秦团说 说那啥呀 那个小果啊 这不小果找的人吗 说小果啊 他们要真认识韦涛啊 这事还麻烦了 这么得啊 让他打个电话吧 啊 陈小果也有点 说那打吧 那看看 那反正也出气 哎 说那个电话多少号 你说我打 说电话多少号 你说我打 他没给他解开啊 万一打包子 这电话号啊 老铁啊 他就报了 但他报给谁了 你 他报的杜成的电话 因为他毕竟是杜成的兄弟 说你 你就这么说 你说你认识韦涛 那个丁军委不 啊 那都是这个 那个你哥们不 你说 程哥 你杜成 你是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推着网的 那个大哥 你就这么外 哎 他这不巴巴 把电话 就播出去 这个秦林吧 打给当时的杜成 恰巧那天啊 杜成 一个 京军委 委涛一个 啊 还有大志 干啥呢 该治个家大牌 啊 啪啪 小麻将 正锤子 哎 承着电话 别别别 别承着啊 各位 啊 啊 我杜成 谁啊 不是 你是叫什么杜成吗 我是杜成 你贼啊 不是 你我请问你啊 那个 韦涛 还有叫丁军委的 韦涛 我知道 你认识韦涛吗 还有丁军委 你认识他吗 啊 我认识韦涛 丁军委跟你鸡毛管 你贼呀 程哥也不管 他说你贼呀 说 我贼 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 崔志广的丰台区的 你认识吧 说是你弟弟 你认识吧 你别管我是哪 我认识啊 那是我弟弟呀 你啥意思啊 我啥意思 我跟你说啊 你别废话 我跟你说啊 这个 崔志广 贪事的啊 你们要是真认识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是北京卯部啊 这个小泡泡 小那啥 哎 我是姓钱 我告诉你啊 这个 这个那谁 崔志广 他贪事了 知道吧 我怎么的 崔志广 谈事了 崔志广在你那儿啊 对啊 崔志广在我这儿啊 他给那个 我们一个领导儿子咋了 现在啊 要我们抓起来了啊 黑车贵 不是 哎 你等会儿啊 你不说韦涛吗 你等会儿啊 韦涛在身边的 你让他挤 我让他挤电话啊 因为他不认识丁居委 他认识涛 说那个涛哥 你电话啊 说他妈不认识 韦哥 说我弟弟那谁 崔志广 也给抓了 说不认识你 你还认识什么丁居委啊 也不知道是谁 丁居委 想要拿我听 我听 丁居委 谁不认识我 喂喂喂 喂 谁啊 你谁啊 我他妈问你是谁 你是哪个队队的 你报下编证 性情的一听 不知道我他妈哪个编证 我他妈跟你汇报 你是干啥吃的呀 你啊 你他妈干啥的 你问我是干啥的 我叫丁居委 你丁居委你干啥的 你是干啥的 你有编证吗 你爸是干啥的 我爸是干啥的 我爸他妈干啥的 跟你七八关 你有权利 你什么职务 问我爸啥关系 你他妈呀 你两个腿的 你什么地方呢 你报个番号 哎呀 这姑娘 我跟你说啊 伟涛就把电话抢来了 你别别吵车 了吧 我问不清楚 啊 这人敢呢 你那 你是谁呀 啊